Hello大家,我是顺小宝,欢迎回来 今天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的这台颜值超高的索尼ZV1相机 因为我自己做Vlog也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从最开始我用手机到现在已经升级过两次设备了 就想要给大家在这边分享一下 我个人对这台相机的一些使用心得 还有我见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其实当时我是在索尼的ZV1和佳能的GTX Mark III 里面一直在徘徊 那我自己最后选择ZV1的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颜值真的是超高 它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 有没有,就是全白的 然后中间配了一个就这种银色的镜头 就每次拿起它来都会想要去录视频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觉得索尼的这个对焦真的是无敌快 就是一秒对焦 我觉得拍Vlog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很快的抓住你想要拍的那个瞬间 那如果这个东西它对焦很慢的话 可能你就已经丧失了当时的你的那种氛围也好 或者是你想要捕捉的镜头 第三个我选择它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这个侧翻屏我非常的喜欢 你在录视频的时候就完全可以这样子对着自己去录 然后也可以看得到自己的脸是什么一个样子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有很多人呢 在对比ZV1和佳能GCX Mark III或者是II的时候 它的佳能是上翻屏 我自己都不是很建议 因为我一般情况下都是带着它出门路 那你出门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状态 对我来说 如果我想得到我就去尽量看镜头 那如果我想不到 就一直想盯着我镜头里面的我自己看的话呢 我也会就这样做 所以对于侧翻和上翻来说 对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困扰 但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对比我之前淘汰的那个索尼A6000来说 我觉得它能够就是自己看得到这个屏幕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那刚刚呢说了它的几点优点 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在这一个月拍Vlog中间 我觉得它的几点不足 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 一块电池的话呢 基本上在外面拍摄三个小时就结束了 那所以我自己呢就还会多买一块原装的电池 我觉得它的续航能力真的非常的少 就我自己的话 我不会一直开着机去录视频 我会就是想要抓这个镜头的时候 再开机再去录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开关机 其实它也是耗电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续航能力方面真的不太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要出门一整天 或者是外出旅游两到三天的话 我个人会建议你自己一共要准备三块电池 我觉得唯一不足的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差 然后第二点呢 想要稍微小吐槽这个相机的就是它的防抖功能 我这边配了一个白色的这个手持手柄 很多人就以为这个是防抖的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防抖的 它只是一个支架 如果我在走路的时候这样子去拍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画面就是会这样子抖动 造成画面的一个不和谐 就会对一些画面进行裁切 那有的时候你就会把一些非常美好的画面 然后就裁切掉就觉得还挺遗憾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防抖功能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这么的好 刚才给大家对比了这个GVE我在使用下来的一个优点和它的缺点 那缺点呢不是代表它不好 我只是说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优缺点 我觉得这些缺点也是我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买这个GVE的相机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小的支架 它呢这个叫Ulanzi 就是优兰子的这个支架 澳洲这边因为非常难买到白色的这种手持支架 所以我是在亚马逊上面下单的 如果有小伙伴们也喜欢这台相机 这样建议你去配一个这个 因为呢首先它不仅可以手持 其次呢还可以就是分成这样子 做成一个三脚架 它这一款还可以延长 就是大概延长这么多吧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这样子自拍 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还是挺不错的 那像对我来说呢 索尼的成像会有一点点偏黄 但是它的这种偏黄呢 是完全可以后期可调 就你反正不可能是直出 会添加一些滤镜 调一些亮度和对比度的 与其这样就还不如去选择一个对焦块的 能够立刻拍到你想要拍的瞬间 我觉得这才是Vlog的灵魂 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拍视频的新手小白呢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从手机开始 直到你一点一点的对画质 对你的音质都有要求 要提升的时候可以去入这一台相机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种类似的视频呢 你们可以发弹幕call1告诉我 然后之后呢 会给大家来多分享一些 我自己是如何拍摄Vlog的 还有就是我的Vlog相机参数的一些调节 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视频感兴趣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 关于拍Vlog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